台视新闻看世界要来关心到 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膨数据 创下了1980年以来的新高 外界预期 美国联准会迫于压力的关系 在7月底 很有可能会大幅的升息四马 让美国很多的购屋族 还有卡寨族是头皮发麻 担心说在未来 不但荷包会缩水 生活品质恐怕也会大大受到影响 美国洛杉矶这队 已经订婚的年轻人 一年半前就准备购屋制产 但面对贷款利率节节高升 让他们不敢做决定 美国13号公布代表通膨的 6月CPI消费者物价指数 暴增9.1% 创40年新高 各界预期美国联准会 7月底召开决策会议 将大幅升息三到四马 专家悲观的预测 美国联准会 今年升息的动作 不会到此为止 影响所及 房贷主要勒紧腰带插了淡 房屋市场也将面临寒冬 至于移开养债的小资族 专家建议 最好趁早结清贷款 否则升息浪潮一波一波接着来袭 负担压力更重 美国通膨持续恶化 大幅升息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 如何挺过这个经济风雨飘摇的时期 每个人都必须看紧自己的荷包 谨慎理财 两账品便宜 两账品便宜